每个人都跟我回去重新想主题 好吧 共享一个有新意 有创新的故事和人 晓得了吧 我在《人潮兄》里面扮演的 这个角色名字叫李翔 她是个单亲妈妈 女友妈妈 你好 我姓邓 一喊集合她就躺爹 是一个情感专家 是一个公众号媒体人 在经济上有一定自由度的这么一个独立女性 我最近就在写这文章 那个有些灵感 就跟制裁你会好吗 对于理想来说 周全一开始只是她公众号的一个素材 进去说 好 就算生意 总应该记得自己的名字吧 看起来好像一开始是有在利用周全 可是她同时也是在给予周全很多帮助 能不能还两天 还什么还 还什么还 你出去还 你把房子搞得超级熏天 终于像厕所一样 你怎么摸病啊 你怎么还要干嘛干啥子了 我还要干嘛干啥子了 跟房子摸 能要死 把头表把摸 把头表滚才进 好呀 跟我们摸吧那个 逐渐地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现 可能也是她生命中所缺少的一块 就是两个成熟的人 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也不都没有想过到底应不应该 如何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情感 怎么样让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她会愿意去相信 愿意去爱上一个义无所谓的女性 你准备好了吗 千万不要变我 你这样 很好 人潮汹涌 感谢遇上你 你准备了 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人很自然 他还是把自己藏在角色后面的那种演员 床上怎么办 他要是说事情怎么办 我问题要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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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让我彼你清楚地相信我 我為什麼相信你 因為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一句假話 非常獨立自主的女性 她的人生觀 價值觀都非常的獨定 和角色是很契合的 你不在其中嗎 我是不在其中 但這個事還沒過去 我不能解惠於生 我們相互的信任度 因為通過第一步已經完全磨合出來了 雙方一定是放心的 你現在船單不就掉了嗎 掉了你去撿船單 那個東西不就走了嗎 然後回頭她還在追 這個絕了 宇宙那麼大 地球那麼小 地球那麼大 人類那麼渺小 在茫茫人海當中 我非常期待可以遇到 我擁有你 我擁有你 你擁有你 你擁有你